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8日 今天股市是升幅比较多的 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是转接的日子 这里就是升了板块 跌的板块就这么多了 在这一点里面说 今天是有少少的新东西搞作 这个图大家看看 希望可以帮大家做得好一点 这个是一个棋子的周线图 上次也讲讲棋子周线来到这里 它不是这么肯下来这里 会不会有机会就这样涌上去呢 不过你记住这个涌上去是可以出现了一个涌之后 就跌下来的 成交来讲呢 比较上面一路还是在减少的 如果日线图我们将会怎样看得到呢 今天它在这个棋子是升破了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升破了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那意义就是什么呢 意义就是在于它可以继续升上去 那现在这里大家可以放大一点来看看 这个保利加通道中族 它是升破了到这个位置 那跟着上面就拿到这个位置 这个保利加通道的上族就是30,483点 那在这一点里面来讲呢 我们再跟着要看一看 就是说有朋友问 14是欺慎 欺慎今天呢是跌了一点点 而整个成交里面来讲 你看到这几天成交 资金都不是那么多流入来的 那这个是周线图 看到资金不是那么多流入来的 那这个周线图 这里我们看到的话 它也在这里受到阻力 在这里 那可能有机会就下回来 这个保利加通道是中族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但是28元左右 那所以这个需要留意了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日线图 我们又怎样看呢 它已经示范了这个是 保利加通道的下族 那大家要记住这个形态 这个形态 我们就很怕恒指是会这样走下来 现在就升上去 然后在这里就忘记了 那跟着就下回来了 那记住这个 我们稍后的时候可以用回记住 现在旗子是上升 似乎是好事 不过记住 如果它不能够升穿这里 继续上去的话 就会好像欺慎那样 下回来之后 就下回来这一道的 那接着呢 也有朋友问 是卫里 卫里集团这里呢 这个是一个周线图 也都是一样的情况 在这里 跌下来之后再升上去 升上去之后 你看你升不升了破了 你升了破就好 升不破是有个问题的 前日情况就好像这个 这样的情况 那它就下回来了 那这个呢 我们看到 扶了放大给大家看的话 你会知道 这里有资金 大入入了之后 之后资金流走了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是资金慢慢有一个收集形态 收集形态 理论上呢 它应该会要在近日标几日的 那这个呢 是周线图 在日线图上面呢 我们看到也一样了 就是 会希望它现在暂时都受到阻力 回回落 回回落 我们一去到保利加通道的中族就好了 如果你再跟着下去呢 就不太好 其实在这点呢 我们也看到 为什么保利加通道的中族是重要呢 在这点呢 也都是 因为这些人呢 有些东西可以做的嘛 那就做些东西给大家看啦 来到中族的话呢 这个药网 它去到这里呢 就是那个下降轨 这个支持 它是突破了下降轨的 所以这个呢 是大家需要留意的东西 939 在周线图上面呢 也是一个是向好的趋势 看到的资金这几日 都还是有流入去的 有流入去的 资金一直是多的 你看到资金多的时候 很简单啦 放大给大家看就知道啦 是不是 资金这里是流入去的 那 现在 最主要是怎么做呢 很简单的 我们又看看 这里 它守着这个呢 守着这个上升通道 大致上 就应该就是这个保利加通道 是中族的位置 那日线图方面 我们又怎么看呢 这样 在日线图方面 我们再看看 这个是建行的 如果我又把它放大来看的话 它都是在这个附近里 是在移动中 我又在那里 做一个 是画一条线出来 那在这点呢 这个就是它的支持位 就是说它大致上 如果这样的跌落也好 不要跌落去这个底部 这个是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那就好了 有朋友问 3309 希马眼科 希马眼科 以前的成交是比较小的 真的 最近呢 有一次升上来 成交是多了 这个也都是 属于一个点 叫握颈 然后飙了上去 又飙升四个星期左右 一 二 三 四 这个是周旋图 然后弹回来 然后上去 又是这样 这样了 再次呢 你冲不破这个顶阻力 那你就下来了 现在呢 希马眼科 在周旋图上面呢 是这样形成了这个 再下来 那现在最重要的是看 会不会在这个位置 形成了一个支持位 若然是这样的话 它后向呢 应该是再冲上去的 那我们看看 那个是 日线图上面 现在就是这里的是支持位 那大家可以都看到的 支持位就是由这里到 对不起 啊 支持位就是由这里开始 去到这里 大致上 就是这个位 那这里呢 它如果最主要 就是它去呢 上面呢 是突破这个位 那就好了 上面这里呢 也都有一样东西 我们看的 如果我看了 普利加通道之外呢 我还要看一样东西 它似乎也都已经是 突破了 这个下降通道的阻力 因此上面呢 可以希望能够好一点点 这样就是 再跟着呢 我们看回一下 这个的是 亦有朋友问 这个是熊藤 熊藤呢 以前 成交是很少的 到最近这几段 成交是多了 但留意 在周战图上面 这几段 它成交是一直去萎缩的 上升 那时候成交多 可以 是有资金买入 真的也可以是派货 当然也都可以 这里是这样 那些人是释受 我无论你怎样都好 你首先给我看 你这里 是不是成为 一个底部支持 若然这个 成为底部支持的话 那很简单了 你仔细看看 这里慢慢有 收窄的现象 收窄的现象 是会不会 即使说 帝市 这里慢慢有 一个收窄的现象 会不会 一这样转上去 成了一个爆声的格局 这个值得大家 可以有个憧憬 在这个日线图上面 你看到 它已经脱离了 底部的 向底部的跟众 也是打横走 这些通常都是一个 好的现象 是会这样飙升上去的 情形就像这里 这样 它们是打横走 然后飙升上去 这个是值得大家留意 在这一点里面 所以我觉得 它可以 是考虑 是吸纳的 因为它这一度 和这一度 也都应该成为了一个 低位 那今天要推介的 就是《信与光学》 《信与光学》 在这个周算度来看 就是它升了这么多之后 升得很长劲的 是多过四个星期 如果升穿 这个是保利加通道上族 都是四个星期 一、二、三、四 你收下来 现在再升上去 它变成有一个形状 就是不太好 跌了下来 不过 只能去到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那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这个是什么呢 大家也去看看这个位置 如果从这个位置画一条 是上升轨上去的话 你会看到 距离上升轨的波度 是很远的 当然 如果你说 不是 我从这个位置画一条 这样的支持位置的话 你会看到 它是刚刚是怎么做 因此它到这里 除了有一个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你会看到一个收视的位置 你不要只是看一只脚仔 脚那里有时候 就不是那么稳固的 一定要看一个收视位 它是一个中族的上面 那变得好 那今天呢 就很简单 宣布了是有一个好的业绩 有好的业绩 那就很简单了 一下就抽穿了一个中族 抽穿了中族之后 那我当然就可以上望这一道 这些位置了 中族这个位置 为什么我们这次抽穿很重要呢 你看到这个 我们是会找到 它是会 升穿了 这个是下降轨的压力 又升穿了去到中族 因此 它是可以向上望 这个位置的 这个位置多少呢 这个位置就是 这个上面的 是upper band 是219元 即是220元左右 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呢 这个呢 就会知道 今天 希望这个呢 是给大家 带来了一个好一点的 是良解的东西 这个呢 就是过往那10天 曾经推介过的股票 就是这个节目里面 推介的股票 那再跟着 这些呢 曾经推介的股票里面呢 总共推介了 54只 有11只 有43只 有微粒 总共的利润 加上了250% 跟着这些呢 就是曾经过了10天 解答观众问题的股票 距离的是 我个人的意见 那当然啦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你问的股票 我没有时间答得到你的 你可以试看这里 来对比一下 有没有你想要问的股票 然后再找回他们的 价格来参考 好了 今天就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